大家好,我是邱舍 今天要來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這一套 MIX 這個後製 相片後製的APP 那我們先來 看一下 這個 APP有什麼樣的功能 首先我們看到他的首頁 有這兩個選項 還有一個設定 我們先看一下 他有一個 Filter Plaza 就是濾鏡的一個廣場 實際上就是說 有一些 用戶呢 把他自己使用一些調色的一些數據呢 把他這個 投稿上來 那 給大家來下載分享使用 那大家可以來套用 你要首先 先加入他的會員 其實很簡單 就是一個email什麼的 加入會員之後 你才有資格 進來這裡下載 那我們 在 編輯前我們先來看一下他到底有什麼東西 Filter Plaza 裡面你看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一些都是 網友 投稿的 就是會員投稿的 有各種的調色的一個 Filter 那你可以挑你喜歡的 其實我也下載了好多個 那這個月上面當然是月最新的了 我們看一下 譬如說月餅的這個 那 點下去之後呢 你看 他會顯示給你看就是 點下去 這個是原片 調色後 是哪一種感覺 這個是 創作者 然後他是 食物什麼的 反正 你覺得喜歡的話 你就 把它加入 那因為這個剛才我有下載 那我們再來看一個 像這個 這個溫馨的 溫馨的 那 你要下載就是按download 看到沒有 點下去 你看他下載很快 其實 為什麼這麼快呢 實際上他只有一些數據 只有一些數據 好 其實很多 各位加入之後可以慢慢去看 我們回來這裡 我們做相片編輯 進來 我們挑一張 隨便挑一張相片 來做編輯 挑好相片之後 就是按這個 魔術筆 進入他的編輯程式 這個是他編輯的畫面 各位可以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built 他第一個他會顯示出 剛才那些濾鏡 New 就是剛才我新下載 有沒有 就這些 那這個有下載過的 通通在這裡 那 大家懶得去調整的話 其實就可以直接 套用這些濾鏡 那我到底有下過什麼 在這裡可以看到 你看這些都是我下載的 這些濾鏡 當然他來的時候基本上就有一些 那我這個是 還有再多下載了一些 那 大家可以來 套用看看 譬如說我們現在套用 可以一個一個套用試看看 這個感覺 譬如我現在套用這個 套用這個 這個是人像的 人像比較不適合 我們找風景 他這個有個黑白 也不錯 Coffee 咖啡館 像這個的話 我們可以找一個 好 好 譬如說 好像風景的 這個秋天 這個風景 這一個 各種風格都有 好這個都是人家幫你調好 對不對 好我們選一個 像這個比較鮮豔一點 三秒 類似這樣 然後 各位實際上你可以還可以自己調 你可以到 你看 adjustment 調整這裡 你看點開 實際上剛才的這個濾鏡的所有調整都在這裡 有橘色顯示就是說 他有調過這些東西 所以你可以去改變他的數據 所以你看 在highlight 高光的部分 你可以點進去看 你看 他已經幫你調在28 有沒有 就是說 原來這個濾鏡呢 他在高光是調28 Shadow 陰影的部分 它是調在17 對比 contrast在49 這個 look 是在亮度 這個是亮度在39 Straction 這個是飽和度 在10 這個柔順度 色彩的柔順 實際上有時候你調色彩不一定要調飽和度 飽和度比較強烈 那這個 這個 這一個功能的話 他的那個 鎮豔的部分是比較柔順 Sharkness 瑞麗度 他調到9 所以說 有橘色顯示 表示他有用這些 你看 像這一個 陰影 這個周邊的陰影 他就沒有用 好 這個 他這裡有個蠻特別 就是 Center一個 Finest 就是中間的一個亮度 他這裡有調 42 他調42 你看 中間會調亮 有時候像有一些東西我們可以讓他中間亮一點 旁邊 不要調亮 我實際上就可以用這個 好 過來這個 Skin 皮膚 Smooth Smooth Smoothing 就是 皮膚柔順 假如你是人像的話 實際上可以 用這個功能 所以 剛才我們套用他的濾鏡之後呢 實際上我們還可以把它做一些微調 好 那 當然你不想用他的濾鏡 也OK 我們自己來調 等一下 退出 再來一次 有這一張 好 進入 編輯 那我們不用 他的Filt 那 我們要 自己來調整 他有 特效 有調整 那這個部分 下一集 再來給各位介紹 謝謝